俄军入侵乌克兰攻势受阻两国同意谈判 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进入第四天 美方官员表示 虽然俄方集结部队有50%已入侵乌克兰 但攻势并不顺利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列尔表示 估计俄军已损失约4300名兵力 另有约146辆战车27架战机和26架直升机遭摧毁 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攻势27日持续受阻 俄方契未公布任何伤亡人数 但迹象显示俄国持续增兵 俄罗斯总统普廷27日批评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 并下令俄国核武部队进入高度警戒 令外界担忧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办公室则宣布 乌克兰代表团将在没有预设条件的状况下 与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交界临近废弃核电厂车诺比禁区的地点 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俄罗斯主要银行被逐出 Swift欧洲多国禁俄航班禁领空 以美国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总算达成一致立场 在26日宣布把俄罗斯主要的银行逐出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支付系统 这是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所受到最严重金融制裁 被逐出Swift将使俄罗斯进入全球金融市场的管道受限 影响程度如同网路被切断 有俄国客户的台商也会面临无法收款状况 另外 继立陶宛等国之后 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芬兰麦瑞典冰岛 27日纷纷宣布禁止俄国航班进入领空 马斯克启动新链供乌克兰网路YouTube Google加入制裁俄国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美国等西方国家祭出制裁 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全球电脑晶片业者已停止向俄国销售 同时 乌克兰境内网路受到俄罗斯入侵影响 副总理费多罗夫公开向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创办人马斯克喊话 请他用旗下的星链卫星提供协助 马斯克26日迅速回应表示 星链卫星宽频服务已可在乌克兰使用 而SpaceX正提供更多终端设备给乌克兰 另外 YouTube Google 26日也相继宣布将阻止特定俄罗斯频道与媒体在其平台上获利 乌克兰首都与第二大城传捷报联合国 开战以来至少64平民死亡 俄罗斯军队24日入侵乌克兰之后 27日一度攻入位在乌克兰东北部的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市 但乌克兰随后表示已完全掌控哈尔科夫局势 首都基辅市长也说市区内已无恶军 联合国表示 24日以来 乌克兰至少有240名平民伤亡 其中至少64人死亡 超过36.8万人逃离乌克兰 报告并指出 实际数据可能高得多 另一方面 乌克兰对抗俄国侵略的努力持续获得国际声援 德国26日表示 已运交1000件反战车武器以及500枚刺针 Stinger 递对空飞弹给乌克兰 协助它对抗俄罗斯入侵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北韩试射飞弹引南韩忧心冲冲 北韩27日上午从平壤向东发射一枚弹道飞弹 飞行距离约300公里 这是北韩今年第八次武力示威 南韩总统府紧急召会议后表示 国际社会正致力解决俄罗斯与乌克兰问题 北韩却在此时试射飞弹 令人忧心 南韩希望北韩立即停止与和平解决问题背道而驰的行为 专家认为 北韩选在这时发射飞弹 是为了象征集中于乌克兰局势的美国施加压力 提升存在感 同时博取更多谈判筹码 许州八海岸调查引发质疑北大清华等四效于800校友联署要求公开 延烧已一个多月的江苏徐州八海岸在社会高度关注之下 官方陆续发表多份调查报告 说明八海母亲的身份及整起事件的前因后果 但报告说辞反复 让外界普遍质疑中共各级政府调查并公布真相的诚意 学界也持续有人不怕中共当局维稳 人民大学北大清华和山东大学就有800多名校友签名联署要求将事实攻诸于市 联署发起人之一 旅居美国的人大校友鲁南表示 中国当局在过去的公共事件调查中 始终把维稳和消除老百姓的情绪放在首位 在徐州八海岸也是如此 很多民众不信任官方调查报告 就是因为政府黑箱操作 为依法公布相关文件证据和证明资料等资讯 桃园某幼儿园案三家庭群聚增11人 确诊新北涮涮锅相关增4例 国内27日新增16例COVID-19本土个案 最大宗为桃园某幼儿园案新增11人 衍生出三起家庭群聚 预计将有超过1000人必须进行居家隔离 观音区的米迪幼儿园 韩米级客照中心 观音国小及复林国小 将停课14天至3月11日 确诊者新增公共场所足迹范围 包含观音平镇及龙潭区 具体地点包括龙潭公有市场便利超商 理法店及五金百货大卖场 新北市卫生局公布 有4例居隔裁检阳性个案 为涮涮锅店员工及家人 另一例居家隔离应转阳个案 则与北市宗教协会餐厅KTV案相关 边境松绑1分之三 其外籍人士可来台不孕症治疗 台湾市管婴儿技术发展先进 价格也诱人 去年5月COVID-19本土疫情爆发 为优先保留医疗量能供台湾民众使用 暂停不孕症治疗 限缩开放及重症患者来台 随国内疫情稳定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7日表示 3月1日起重新开放外籍人士 申请来台进行不孕症治疗 3月7日后简易比照商务人士缩短为10天 健康检查美容医学拟待开放旅游后再评估规划 林兹庙设备80万元交保宜兰检方1分之三提抗告 宜兰地检署侦办县政府弊案 于23日凌晨生压县县长林兹庙女儿林一林与县府农业处长康力合共三名被告 但法院裁定林兹庙以80万元交保 林一林与康力合请回 检方27日表示 将于3月1日对法院裁定提出抗告 全案将送往台湾高等法院审理 韩国总统选举局势申变在野候选人 尹习悦寻求小党支持碰壁 韩国总统大选将于3月9日举行 最新民调显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尹习悦 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的支持度差距缩小 原本居领先地位的尹习悦27日表态寻求在野党合推单一候选人 但遭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拒绝 安哲秀日前向国民力量提议以民调方式推出单一候选人 但未获积极回应 在20日表示将独立竞选总统 安哲秀宣布在野候选人单一化破局后 本周多项民调显示尹习悦支持度下降 李在明与安哲秀的支持度上升 尹习悦从前一周超出民调误差值的领先位置 变成与李在明难分伯仲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明天再见 明天见